当前外空领域的最大挑战是 个别超级大国追求外空霸权 将外空定为作战疆域 加快外空军力建设 研发部署进攻性外空武器 构筑外空军事同盟 这些举动严重破坏外空和平属性 增加军事误判和冲突风险 国际社会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 避免外空成为新的战场 会员国国际社会应做出 文字经设计判和冲突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